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伴侣吗 怎样正确对待伴侣关系 萨古鲁说 首先必须理解以下这一点 配对是跟身体相关的 这是身体的一种需要 或许也涉及到你的思想和情感 因此配对的过程 有一部分关涉到身体 有一部分关涉到思想和情感 灵魂无法跟任何事物配对 灵魂也不需要伴侣 因为它是终极而无限的 但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 有限的东西需要一个伴侣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选择一个伴侣呢 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感觉更好 而选择伴侣 我们称之为性爱 这可以是一件很美的事 为了让自己的思想感觉更好 而选择伴侣 我们称之为友情 为了让自己的情感感觉更好 而选择伴侣 我们称之为爱 情感上的相容 是非常甜蜜而美好的 但是也就那样而已 它不可能走得更远 体验到身体上的相容相悦 或者思想上的友谊 或者经历一场强烈的爱情 可以从各个方面 让你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但是如果你愿意认真仔细地审视它 你就无法否认它的局限性 随着这种局限性而来的 就是内心的焦虑 虽然能够找到一个在身体 思想和情感上相容相悦的伴侣 是一桩幸事 但是如果你不满足于这种局限性 它最终会让你感到窒息难忍 这种令人赏心悦目的相会 就像发生在一个美丽的花园中 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这样的机缘 但是这个跟灵魂无关 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连接 是身体上或是思想情感上的 以这样的方式 你无法连接到其他更深入的事情 如果你在其中提升了自己的觉察力 从而获得对自己能量的一些掌控 你就可能连接上你的能量体 理解自身现有生活中的局限 并且最大程度地活出精彩 然后看看怎样才能超越这些局限 具备这样的生活态度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理解 人与人关系中的这个局限性 它就会被无限放大 但是当这种关系崩溃之后 它就会显得极其丑陋 以至于你甚至无法体面地从中走出来 它之所以变得如此丑陋 只是因为你对自己 也对对方不够诚实 最好直率一点 至少要对自己直率 如果你的伴侣还缺乏足够的成熟度 不足以让你对他百分之百地直率 至少你要对自己直率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想要感性而愉快的生活 不自我愚弄是极其重要的 你早已经知道他是一个蠢蛋 因为当他来到你的生活中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愚蠢暴露在你面前了 只有对自己直率 你才会明白你对其他人直率的价值 所以对其他人怎样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尽力而为就行了 我关心的不是你跟其他人怎样相处 跟其他人怎样相处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关心的只是你本人 你必须对自己直率 对自己保持直率很重要 否则你的生活就不能走上正轨 如果你对自己始终诚实以对 你就会看到很多事情 很多别人认为很重要的事情 对你来说就会显得不再重要 甚至毫无意义 你对自己越真诚 看事情就会越清楚 也就越没有必要 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富有色彩 而人为的夸大事情的戏剧性 没有这些剧情 你的内心会变得更加自由 你也会变得不那么容易固执 就会更加轻松地在生活中 快刀斩乱马 处理那些拖累你的事情 这样你就会更加超脱 更加自在 如果你不能对自己保持绝对的直率 你可能会花费一辈子时间 来处理那些干扰你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直到你意识到所有的担忧 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 你可能被纠缠其中 枉费一生的时间 那是一种生命的浪费 但是假如你对自己非常直率 你就会发现 世界上很多被涂上浪漫色彩的事情 其实一文不止 毫无意义 它们全都是空的 生活本身就是丰满的 不需要任何装饰 只有那些错过生活真谛的人 那些不能意识到生命的广度和深度的人 才会想要去浮夸生活 生命并不会因为你外在的浮夸而变得美丽 你只有跟它融为一体 才能在其中发现它的美 你所有的欲望 不论是对事 对人 还是对权力的追求 其实都体现了一种 想要包容万物与一体的渴望 一种无边无垠的内在本性 一直在那里召唤着你